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遣除闭魔者数十法 这个数十法也是前行 皈依和法行一样的 正式观想的时候在空行当中 观想自己前面的莲花和色业上面根本上师 根本上师其实所有的传承上师都是无二无别 周围有护法 空行以及所有的本尊 坦承 这些都是围绕着上师 自己跟路道轮回的一切众生 还有加害自己的闭魔 鬼神等等 自己在下方这样观想 然后把自己的形式 形式变成一个红子 然后从头顶梵经邪当中出来 除了马上变成了无部勇士 或者佛陀 他们拿着宝针自己原有身体的头盖砍下来 然后这个头盖变成一个特别大的锅那样 大的头盖 这个放在三角上 三角上用顽道 原来自己的肉体放在里面 包括自己的血肉全部都是放在里面 之后下面都是用火进行燃烧 然后所有的血肉全部已经炖好了 而且十方诸佛菩萨讲下甘露 用通过乌玛红的三个字 净除一切不清净的东西 这个之后 心里面或者以其他方式来观想很多 供养天理 用天理盖来甘露要上来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让这些十方诸佛菩萨都得到欢喜 通过这样的供养 积累了两种资粮 获得了殊胜和共同的悉地 有无数的宾客 有拿着陀帕刚才的甘露 供养给六道轮回的一切众生 无始以来所有的钱的债全部已经还上了 尤其是这个托帕供养给自己加害的鬼神 或者一些病魔 障碍 给他们进行布施 布施完了以后 他们都已经得到满足 就得到满足并且所有的魔众都生起无比的欢喜心 然后自他之间所有的恶缘全部已经熄灭了 所有的诸佛菩萨也好 六道众生也好 自己与有关的一些病魔障碍 全部都是有无比的欢喜心 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变成光 就是一种欢喜的光吧 但这个修法都是有一些不同的 总而言之 他们都是在非常欢喜当中 就是去除了相续的病魔 然后自己身体都已经得以清净了 寿命已经延长了 所有的这些悉地都获得了 所以这种修法是很重要的 我们平时有时候身体不好啊 有时候是修行当中有些违缘啊 那个时候你干脆把自己的身体做成甘露 供养给所有的鬼神病魔 这样观修非常殊胜 具体的修法 我们在讲《格萨勒修法》 《不共加息》里面《格萨勒修法》里面也讲得比较多 但是这里面跟四大十业 跟俗世法上师的瑜伽 结合起来而讲的这种修法也是平时 我们在座的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无言当中作回向 全部都是小语空音当中 然后做无言当中回向 这是我们很多道友 如果你的做梦 做了一些恶梦 或者说始终觉得自己现在有一些鬼神 就是缠着自己 有什么护仙或者一些其他的鬼神 经常缠缝着自己的话 经常用自己的身体变成甘露 供养 上供 下施 这个修法是 帕吉克拉众 他们所创下来的 般若法门的一种摄氏法 非常殊胜 因此我们也经常这样观修 这以上我们讲了共同世修法 其实这样的实修法确实是很殊胜的 已经总共有五十五个实修法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暂时就讲到这 以后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不共加薪 也就是说不共加薪里面的实修法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同修学